来自欧洲的数十位侨领侨商和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就相关产业和关键技术等 与园区和企业互动交流并开展人才项目对接洽谈 南京江北新区沿创源投资促进和科技创新部部长王静 做园区环境政策推介 他提到南京江北新区是江苏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 沿创源位于江北新区核心区 是未来海外华侨华人合作创作的一片热土 沿创源将积极整合园区资源 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加大海外招财引致力度 为前来创新创业的各类人才做好服务 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德国华人科技工商会主席马康凯博士致辞中表示 协会将持续关注中国发展 支持江苏引致引资工作 积极组织会员和江苏开展全方位 多领域的项目对接洽谈 实现合作共赢 中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崔岩 德国法兰克福高等研究院 研究员苏南 分别带来元宇宙与人工智能的数字化 量子计算技术发展与应用等主题分享 在洽谈交流中 线上嘉宾和相关企业 与海外专家人才积极互动 双方就潜在合作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活动充分发挥了海外专家人才智力资源优势 为助力江苏相关产业发展 以及海内外华侨华人专家为企业技术公关服务和项目合作搭建了平台 活动达到了预期效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